南下到哪里下来也不懂得 我也没有去动员 那我就不懂得 我就是跟着反正我们两个人嘛 老杨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人家都死亡到哪里我也得跟上去 不就我一个人就说山下怎么办 我父亲叫杨柳 他出生在三金市 红桃池 19岁的时候他参加了地下组织 这个队伍到了江山以后 因为福建省委已经在建欧成立了 但二大老组又是接收建欧 所以他被组织 就是中途就调回建欧 当成公安局长 从内心来说也非常想 有个大很清楚地知道 我父亲从为什么从北方过来 然后到了这边又做了些什么 1949年8月11日 中共福建省委在建欧召开会师大会 长江支队4000多人 南下服务团2000多人 第十兵团部分领导和当地游击队等参加 这次大会正式宣布撤销原敏浙干地下党省委建制 长江支队二三大队迅速去接管建欧和南平地区 其余各大队随第十兵团去解放福州 泉州 泉州 漳州等地 解放一地 接管一地 此时福建省只有明北部分县解放 福州 晋江 厦门 漳州等大部分地区还被国民党军占据 长江支队六个大队按照中共福建省委安排 随着福建各地接放进程 翻山越岭陆续来到各自接管地区 一大队到晋江 二大队到建欧 三大队到南平 四大队到明侯 五大队到龙溪 六大队到福安地区 参加六个地委 行属和各县区党委政府的组建工作 各地县干部到目的地后 遵照省委指示 与地方党组职会师后 严格执行党的有关政策规定 恢复生产 复工复刻 稳定社会秩序和肃清土匪特务等 建欧会师后 1949年8月16日 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 叶飞下达了维艰福州国民党守军的命令 8月17日 第十兵团第28 第29 第31军各一部攻入福州市区 歼灭国民党守军4600余人 福州解放 1949年8月24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和福建军区在福州成立 张鼎成任省政府主席 叶飞兼福建军区政委 叶飞 方毅任省政府副主席 叶飞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兼第十兵团司令员 当时 雷洪 杨柳等一百多人 同属于长江支队二大队 一起被分配到建欧县 接管这里政权 公民党国民党の玉珋 Kita canned悼閉ə 米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 们都在 Shake seinen湖辞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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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支队干部来到福建时 正是一年中最难熬的八月天 高门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 蚊虫钉得让人痛痒难受 然而比这些更让他们难受的是当地的语言 福建省是我国方言种类最丰富的省份之一 闽南 闽北 闽东 客家化等不同的方言 就是同为福建人都不容易语言交流 更别说这些初来乍到的北方干部了 语言不通让他们一筹莫展 迫在眉睫的征量工作也难以展开 来嘛 请教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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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不来 张蕾人在那边游玩了 看了 有吃了 有吃了 看只是街头 街头 街头 外边 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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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跟你讲 精兵那个那个 搓粮队的先到 搓粮队来就是要给老百姓借粮食 我们那时候就不懂得粮食 就用笔的 大使就叫我带他们去 去国家国户去 去施粮食 我就带他们去 以后就这样子出来当机器分子 那个时候出来工作不多 他看账我了 我很早就看账他了 很早就 他来说 我们就是偷偷地跟那些女干部 那个女 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很漂亮 那个时候北方年来又白又胖 我们南方好像大家都没有这么好 所以大家都印象对他很好 所以林嘉宇跟我介绍我一下子就同意了 我们还没有解放的时候啊 那酬粮 部队不是有个酬粮队啊 那酬粮队要找发业啊 那才是这个高校毕业以后就懂 会讲一点不懂话 就给他当发业啊 跟着呢 酬粮队就带着呢也找发业 我是看一看 这个农村这个烧女还可以啊 还不错 后来才知道吧 他对我也有影响 这是我的大儿子 大女儿 这是二女儿 这是这个三女儿 面对语言不通 土匪滋扰 长江支队干部 一边挨家挨户宣传征量政策 一边找当地中共地下党员 和进步学生青年来帮忙 得到群众积极配合 一批批粮草弹药被运往前线 征量之前任务顺利完成 到1950年5月 闽南大陆和厦门等重要岛屿获得解放 然而土匪的数量 并没有因为这些地方的解放而减少 一大批危害更大 破坏性更强的土匪出现了 有一种人离台湾太近了 他都是从台湾派过来 静盟了 台湾静盟派过来 那个你不打他他要打你 那时候你不出来他就要 要烧群众的房子 那几个只要出来 出来以后呢 他们跟人家拿去豁买 所以那个土匪那是抢东西的 他不是抢东西 就是对你哪些概股恨着恨着入骨 我还要不要乱去 那是对你 你这就是对我 你就这么说